这只猩猩是动物界的爱因斯坦 比人类还聪明 它第一次玩汉诺塔 20步就完成了 而人类的最好成绩是15步 而且这猩猩会说人话 猩猩之所以这么聪明 是因为体内注射了基因药剂 这种药剂叫H122 不仅能大幅地提升智力 还能治疗老年痴呆症 正当研究员汇报实验成功时 意外出现了 由于猩猩刚生了小宝宝 护子现象严重 开始攻击人类 猩猩撞嘴巴里闯进了会议室 眼看就要闯更大的乱子 保安及时开枪 猩猩挂掉了 实验宣告失败 公司决定杀掉实验室所有的猩猩 然而这只猩猩剩下的宝宝 可是无敌的存在 它不仅能说人话 还建立了猩猩军队 反抗人类 具体什么情况 让伯雅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 研究员晓得也不忍心 便将那只猩猩生下来的小宝宝 带回了家 取名叫凯撒 之后凯撒展现出惊人的能力 刚出生就能抱起奶瓶喝 一岁半就学会了手语 两岁就能完成八岁孩子的模型游戏 三岁经用15步就完成了汉诺塔 四岁就能看书思考和下棋 小德推断呀 凯撒继承了母亲的变异基因 特征啊 就是眼睛是绿色 而小德也有繁星上 父亲化了老年痴呆 而且越来越严重 小德从公司偷来药剂H112 注射到父亲体内 第二天竟然发现有奇效 老爸竟然能流利的弹钢琴 很快意外出现 这天凯撒跳到邻居家里面 遭到邻居追打 凯撒想要翻墙逃跑 结果脚下一滑掉进角落 小德及时赶来救走凯撒 才发现呀凯撒受了伤 赶紧送去宠物医院 医生小美为凯撒缝伤口 小德对小美一见钟情 凯撒为小德打气 于是小德邀请小美参观凯撒房间 小美表示 大自然才是凯撒的家 于是小德开车带凯撒去公园游玩 凯撒见到外面的世界兴奋地叫喊着 小德解开凯撒脖子上的项圈 凯撒立刻狂奔到森林里 跳跃在树林间 转眼五年过去了 八岁的凯撒长成了大猩猩 这一天这只狗突然对凯撒咆哮 凯撒被绳子牵着 突然就暴怒起来 把狗瞬间吓退 小德赶紧拉走凯撒 凯撒拒绝钻入后备箱 而是像人一样坐到车上 他打手语质问小德 我是宠物吗 我是怎么来的 小德表示你不是宠物 然后带凯撒去了公司 说出凯撒的身世 知道母亲惨死 导致凯撒逐渐憎恨人类 这时小德的父亲病情开始加重 他开车撞了其他车 车主恶狠狠地指责父亲 凯撒顿时暴怒 直接下楼扑到车主 举起拳头就打 凯撒正要下死手势 父亲及时喊住 凯撒夺到父亲怀里 人群都对凯撒充满戒备 最终凯撒因为伤人 被囚禁到动物收留中心 小德只能先回去想办法 尽快救出凯撒 然而小德并不知道 基因公司里的猩猩 就是从这里抓走的 凯撒被关进铁笼 这里还有他的同类 每天吃的食物 都是各种残渣混合物 还经常被管理员喷水取乐 凯撒无比想家 他在墙上画下家里的窗户 等待着小德带他回家 第二天凯撒去外面玩 一只叫黑皮的猩猩 是个恶霸 觉得凯撒在耍帅 一只猩猩还穿什么衣服 直接把他衣服扯掉 扑倒凯撒就打 管理员立刻打麻醉枪 凯撒和黑皮昏睡过去 被关进铁笼 凯撒好不容易搬来小德 凯撒还以为能回家了 小德却表示 暂时还不行 再等几天 凯撒立刻阴沉下脸 随着小德离开 凯撒发现着怨气 他愤怒地涂掉墙上的窗户 那个家已经回不去了 凯撒利用放风的时间爬上最高处 他找到玻璃窗的开关 以及被关在大铁笼里的金刚 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晚上黄毛带着朋友参观星星 凯撒藏在桌下 示意男人过来 男人被吸引到龙前 凯撒伸手都抓住男人 黄毛赶过来救 凯撒松开一领 偷拿到男人的小刀 凯撒用小刀做成钥匙 拿他拧开天龙门 凯撒在晚上可以自由醒出 凯撒还放出了金刚 两米多高的金刚 让凯撒心有畏惧 但凯撒赐予了他自由 金刚愿意臣服于凯撒 凯撒又放出黑皮 金刚命命黑皮 臣服于凯撒 所有星星都在看着 最终黑皮做出臣服的姿势 凯撒轻轻碰到手掌 成为新的统领 另一边 父亲不幸临时 小德不想再设去家人 他塞给动物兽留中心 负责人黑钱 今天必须带走凯撒 负责人批准了 当小德要带凯撒回家时 凯撒对小德很是失望 他将前门合住 小德伤心已去 所有星星都发出昏 凯撒受到了鼓舞 他找到了真正的假 凯撒让黑皮分发饼干 费费打手 欲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凯撒解释 只有团结起来 力量才大 凯撒注意到管理员说密码 等到晚上 凯撒说密码打开门 跑到最顶层 逃出了收留中心 凯撒偷偷回到家 拿走了H12世纪 回到收留中心后 凯撒打开了世纪 烟雾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所有星星都得到了基因改造 眼睛都变成了绿色 凯撒知道自己成功了 他建立了自己的秩序 白天管理员拿电棒要电凯撒 凯撒怒视管理员 所有星星都在围观 管理员果断出击 结果被凯撒抓住手腕 管理员怒骂 就在这时 凯撒大吼 管理员震惊了 另一名四要员吓坏了 天呐 星星成精了吗 竟然还会说人话 凯撒打晕管理员 把他拖拽回牢房 凯撒放出所有被囚禁的信心 管理员醒来后 拿着电棒要反击凯撒 凯撒拿起水龙头 网出一喷 管理员直接中电 领取核泛 凯撒率领星星军团 突破收留中心 开始向基因公司进发 他要为去世的母亲复仇 以其拯救 被关在实验室里的同伴 另一边 小德发觉 凯撒回来过 立刻和小美赶去收留中心 在地上 他找到了药剂管 管理员崩溃地告诉小德 你的心情 他说话了 小德难以想象 这件事很快引起警方重视 警方立刻出动去抓猩猩 此刻在大街上 树叶像雨一样 哗哗往下跳 就见猩猩 跳跃在树林间 猩猩很快攻入基因公司 当基因公司总裁 看到眼前全是猩猩 当场吓尿 总裁转身就跑 一路逃上直升机 猩猩大军 捣毁各种仪器设备 被拿来做实验的猩猩 全被放出 其中就有这只独眼猩猩 他是这批实验对象里 最成功的猩猩 战斗力很强 猩猩数量还是不够 他们放出动物园的猩猩 扩充了军队 顺便拿铁栏杆当武器 警察陆续赶来 很快就有猩猩遭到抓捕 警察正要离开 一个铁包直接扎到车上 就见凯撒领着猩猩 站在楼顶上 怒视着警察 猩猩打开车门 就像被抓捕的猩猩 还拿车门当盾牌 以防备攻击 警察直接溜走 凯撒指挥猩猩大撤退 金刚和飞飞负责电后 飞飞拿起井盖 金刚拔起路锤 等到警察靠近 飞飞抡出井盖 直接撒烂警察前窗 金刚紧随起后扔出路锤 直接把发动机赶熄火了 凯撒准备带领猩猩大军 返回森林里 那里才是最终的归宿 但是需要突破这座跨海大桥 警察已经布置好火力 桥面都被私家车堵死 空中还有直升机在盘旋 小德也赶过来救凯撒 凯撒意识到 要是冲过去 肯定会造成巨大伤亡 他指挥猩猩缤纷两路 分别走桥顶和桥顶 正面由金刚们 推着公交往前顶 吸引警察火 等到警察注意力被分散 猩猩从天而降 赶紧利落地收拾掉这些警察 然而 空中的直升机开火了 猩猩们急忙躲起来 总裁指出凯撒位置 直升机被瞄准了凯撒打 凯撒从警车上找出条铁链 甩向直升机 直接把警察给解决了 但直升机对凯撒不住的开枪 眼看凯撒危在担心 就在这关键时刻 金刚推开凯撒 一个加速大跳 猛扑向直升机 直升机失去平衡 坠落在大枪上 金刚浑身是伤 英勇邻居合范 凯撒又失去了家人 总裁命当没挂 请求凯撒救他一命 凯撒让独眼去解决 独眼心狠 小子拿我做了好几年实验 还想让我放过你 独眼抬脚一踹 总裁连同直升机 坠入大海 呜呼哀哉 凯撒指挥星星继续前进 小德开上警车去追 一直追到森林公园 星星要对小德下狠手 被凯撒一把推开 小德要带凯撒回家 凯撒贴在小德耳边 缓缓地说道 天哪 真的会说话 这是小德第一次听到凯撒说人话 既震撼又无奈 凯撒在星星的簇拥下 踏向最高的那棵大树 傲视着这个世界 接下来 凯撒将与人类争夺地球的统治权 而人类那边 要既带来了全球系的病毒 全世界几亿人感染死去 人类世界巨变 而星星在地球的崛起 即将开启本篇完 本篇叫《圆球崛起》 系列一共有三部 本期问题 大家想看后面两部吗 老规矩 想看那个三个一 人多咱们就做 星星这么聪明吗 伯勒记得 不是说海豚的大脑 和人类一样大吗 是不是也很聪明呢 凯撒太厉害了吧 竟然建立了自己的部队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王国 不过伯勒作为一只小熊猫 有时候啊 星星猴子和沸沸 真的傻傻分不清 感觉长得都差不多 嘿 我来告诉你吧 沸沸有尾巴 星星没有尾巴 猴子虽然也有尾巴 但在他们三个里啊 起行比较中等 星星和人类最为相似 与人类基因相似度 达到了96.4%呢 原来如此 下次盯着他们的屁屁看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篇 凯撒对决人类 这偶是会赢呢 地球的主宰会被星星打扮啊 值得期待啊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博乐视频的 点关注点赞 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